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此时的颐和园里热闹非凡 只见小太监们手忙脚乱地搬来桌子椅子 御厨们也纷纷支起了炉子 一时间锅碗条盆叮当作响 这是要干什么呢 原来爱花的慈禧太后 见到雪中的醋醋红莓一时兴起 想要一边赏莓一边吃烧烤 就不皇家膳房就忙活开了 不一会儿啊 花园里香气四溢 连专心赏花的老佛爷 都被厨房挑出的阵阵清香所吸引了 忍不住问太监 膳房做了什么好吃的 快去给我瞧瞧 眼看着老佛爷的兴致是越来越高 御厨们很是得意啊 但谁也没有想到 短短几分钟之后 老佛爷竟然气得摔了盘子 这到底是什么惹怒了这位老佛爷呢 御厨们各个摩拳擦掌 他们都知道慈禧最爱吃的就是烧烤类的食品 像烤鸭 烧乳猪 熏鸡 烧猪皮等 都是慈禧餐桌上的馋客 如果这次能做出慈禧中意的菜式 必能腰得大赏 终于一别精美的烧猪皮端上来了 盘盐还扁缀了几半刚采下来的梅花 慈禧看见这道年轻时心仪的菜式 大喜不已 立刻赏赐御厨大把银两 慈禧欣喜地夹起一块烧猪皮放到嘴里 突然他脸色大变 恼怒地将这叠还冒着热气的烧猪皮扫到地上 这可吓坏了御厨和小太监 他们纷纷跪地磕头 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 慈禧也没有了赏花的兴致 命人收拾餐桌打道回府 为什么慈禧在吃了一口烧猪皮之后 气得摔了盘子 这不是他年轻时最青睐的菜式吗 原来啊 这烧猪皮是将带皮的猪肉切成一方一方的小块 放在猪油中间 直到脆的可以嚼出声音 而年老的慈禧 牙齿残缺 身体也逐渐出现种种不适 望着这些松脆可口的食物 只有叹气的份 该如何满足老太后想吃肉的欲望呢 御厨们苦思冥想 终于发明了一道菜 名叫香吟牙 这道香吟牙啊 很多人啊都是听说过 甚至于呢 说在网上啊 能查到有关的资料 可真吃过这套菜的人啊 几乎没有 我呢 也没吃过这道菜 后来不是为了拍咱们国宝当案 这预膳房吗 专门请教了有关的这个大师 工人大师 这大师一讲啊 我才明白 这道菜啊 几乎不可能吃上 咱就聊了这道菜怎么做啊 资料上怎么写的呀 说把这绿豆芽两面切了 然后拿铜丝把肉馅捅进去 你想这可能吗 肉馅那颗粒比绿豆芽还粗 怎么捅得进去呢 实际这道菜是怎么做呀 这道菜呢 挑那个粗的绿豆芽 两面切了 拿绣花针 然后绑上白线 这个白线呢 要弄湿润了 湿润了以后呢 把那个鸡绒了 打得非常的稀烂 然后喂了味儿 喂了味儿以后 拿这个湿的白线 在鸡绒里过 然后拿这个绣花针 穿这个豆芽 拿这个线 把这个鸡绒带进去 这么着一个一个 把这个鸡绒 镶在豆芽里 那这个呢 还不算完 之后下一步是什么呢 镶那么一盘的这个银芽啊 要拿这个灶类 搁到这个灶类上 烧这个花椒油 烧得滚烫的花椒油 往上浇鳞 一边浇鳞这个手啊 还得一边抖着 抖着呢 一看那个颜色 稍微有点变了透明 撒上细盐 再抖了 一看它透亮 能看到里头的那个 细细的那个鸡绒馅了 赶紧到盘里头 这个叫香银芽 做这么一道菜 需要多长时间啊 半天的工夫 所以说所谓宫廷菜啊 它并不是说用什么 西鸡五怪的食材 那皇上也好啊 太后也好 比老百姓更惜命 宫廷菜是什么呀 它讲究用最普通的食材 做出呢最不一样的味道 下的呢最深沉的功夫 就好比说这道菜 鸡绒 豆芽 最普通的食材啊 那么呢 它下了非常漫长的这个功夫 做出来这道菜呢 才特别的讲究 特别的精致 这道菜端上去后 慈禧分外喜欢 据说慈禧爱吃肉 这道菜正好做到了 吃肉不见肉 除了在菜品上下足功夫 慈禧饮食的器具也不能含糊 您瞧 这些筷子可不是寻常百姓家的普通餐具 它是慈禧太后所用的香吟芽柱 镀金芽柱 这幅芽柱色泽光亮 润滑精美 是慈禧生前最爱的餐具之一 慈禧每日正餐有一百道菜 点心有四五十样 都是用它加入口中 您或许会纳闷 这么多道菜挨个吃一点都吃不完 这慈禧得有多大的胃口啊 实际上很多菜都只是按立百百样子 比起丰盛的山珍海味 慈禧这位老太后更关注的是健康养生 美容养颜 这也让汕房忙昏了头 寒冬时节 慈禧最喜欢吃菊花火锅 菊花火锅的汤一定是上等的鸡汤 菊花是暖房里悉心培育出的白菊 挑出最嫩的菊花瓣 同新鲜的生鱼片一起放入锅里 生鱼片加上菊花透出的清香 分外可口 据说慈禧吃得高兴时 往往能一口气吃掉好几叠鱼片 慈禧太后在宫里吃了讲究 到了宫外也丝毫不能含糊 据说慈禧曾乘火车去奉天 随行带了一百个御厨 临时膳房竟然占了四节车厢 其中每个车厢装着五十个炉灶 每个炉灶负责做两道菜 每餐被正菜糕点水果干果进百种 用餐的时候慈禧大多一个人坐着独享 唯有大屏幕上这个叫德灵的女官 偶尔可以陪她一起用餐 德灵公主在玉香飘鸟路中 回忆了慈禧晚年时东姓奉天的故事 几十年来 禁锢在紫禁城和颐和园两个地方的慈禧 不免闷坏了 便决意上奉天走一遭 这也是慈禧第一次坐火车出游 每逢慈禧略感饥饿 想要用些点心时火车便被停下 擅防车厢就开始忙活 五十个炉子前 差异们挥舞着回膳忙着生活 无数的太监往来搬送着食材 众多厨子则在用心烹调 而此时太后正靠在车窗上 弦跳着铁路两旁的风景 太后的御膳即便到了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 也是丝毫不减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华 慈禧带着光绪苍狂西逃 据史料记载 当时的逃行队伍 所有御用服食 败位被带 加上沿途兵荒马乱 无人接应 在饮食上挑剔备制的慈禧 能吃得上一顿饱饭就算不错了 可一到西安 慈禧又过上了穷奢极欲的生活 一九零一年 新年即将来临的时候 弃经西逃的慈禧寝难安 以至于整天暴力无常 吓坏了随嫁的群臣 大总管李莲英也是一筹莫展 只能寄希望于美味佳肴 邀宠取欢 但是 担访每日一百多样的珍奇美味 却始终换不到西太后的笑脸 正在群臣无计可施之际 陕西巡抚端方晃动着她那肥胖的身子 给老佛爷恭敬地献上了一盘 身红鲜亮的腊驴腿 慈禧动了动筷子 尝了几口 冷漠的脸上竟露出一丝罕见的笑容 脱口赞道 这东西好 香而不腻 淡而不俗 比山坊那些农包所做的更有味 想不到小小凤翔竟有这样的好东西 传话下去 新年时此品可不能少啊 李连英一听这话 捏手捏脚地溜出了屋 随即差人照来端方 一番相互奉承之后 端方兴冲冲地拜此李总管 回到衙门便立即行闻奉降府 下令火速备办新年贡品 腊驴腿三百斤至西安行赞 此后每年则供五千斤准时送达京师 慈禧对民间的食物一时兴起 给困苦的奉享百姓又带来了一场灾难 虽说慈禧在西桃路上吃了不少苦 但一到西安 每餐就要花上百两银子 匆促出逃 随行盘缠不可能带得太多 如此高昂的花费 主要来自于两方面 一是靠大量调拨 转运各省的关京响银梁 二是靠对沿途及山陕人民的大肆搜刮 与日暮西山的王朝统治相比 晚清的御膳房 却呈现出一派回光返赵式的繁忙景象 这不禁引人深思 最后让我们将慈禧太后的这幅 湘淫雅筑收入国保方案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国保方案 让我们下期再见